在一些电影中 深夜寂静无人的森林里 总会蹦出来一两声猫头鹰的叫声 来烘托孤寂恐怖的氛围 前几年有这样一段视频 济南一个网友在自己家阁楼里 发现了外星人 先提前给大家打个预警 前方视频稍微有点吓人 大家可以先暂停视频 然后空降到这个位置 视频里的生物有着骏黑且非常大的眼睛 一个尖尖的嘴巴 长腿长胳膊 全身上下根没有毛似的 猛的一看还有点恐怖 看这样子还真挺像科幻电影里的外星人 最关键的是 这外星人还在眨巴眼睛 看着也不像是什么整骨道具 其实这是猫头鹰的幼崽 今天科普君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这猫头鹰的故事 你猜猫头鹰现在这是在干什么 它是在地上躺尸吗 亦或者它摔倒了 其实它这是在睡觉 你可能会想 猫头鹰难道不是站着睡觉的吗 怎么现在搁地上趴着了 说出来你可能不太相信 它之所以这么睡觉 是因为它那脆弱的脖子 承受不了它那大大的脑袋 因为它那大脑袋实在是太沉了 等它长大以后 偶尔它也会怀念一下小时候的睡姿 不过 这睡姿只有在周围环境极其安全 让它觉得自己能安然地睡完这一觉的时候才会出现 平时猫头鹰睡觉是睁一眼闭一只眼睡觉的 眼睛睁一只闭一只 它的左右脑也会交替休息 这样一来 它就能一边睡觉 一边观察着周围有没有危险来临 观察这只猫头鹰的睡姿 你有没有发现它那双逆天大长腿 但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猫头鹰是长这样的 这怎么也不像是有大长腿的样子啊 难道说猫头鹰这腿长着长着 还把腿长短了 其实只要剥开它那层厚厚的外衣 就能看到它那双逆天大长腿 猫头鹰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做脖子以下全是腿 用这双逆天大长腿 随随便便就能走出个六亲不认的步伐 看这张图我们就能知道 原来平常猫头鹰都是蹲在自己的羽毛里的呀 除了这逆天大长腿 猫头鹰还有一个地方也很长 那就是它的脖子 平时我们看到的猫头鹰脑袋大脖子粗 甚至看起来就是一副没有脖子的样子 但其实它的脖子能有这么长 我们人类的脖子可能只有七块颈椎 猫头鹰有十四块 虽然和其他鸟类相比 这十四块可能算不上多 但是它的脖子能力强啊 它可以说既拥有了大长腿 又拥有了天鹅颈 说到它的脖子 我们就不得不提提它那广为人知的神奇本领了 那就是它能随意地旋转自己的脑袋 既能上下转动 也能左右转动 不过 它的转动幅度只有270度 还不能360度旋转 曾经霍普金斯大学研究组做过一个实验 他们实验发现 为了支撑自己那过于沉重的大脑袋 猫头鹰的骨骼早已在漫长的时间里发生了变化 在它的14根脊椎骨的中央有一个空穴 在这个空穴中 有一根负责给大脑攻血的主动脉穿过 这个空穴的空间特别的大 它的直径是动脉的10倍左右 在它的周围还有气垫进行缓冲 在猫头鹰这14根脊椎骨中 有12根的构造是这样的 猫头鹰有14根脊椎 但是它的椎动脉在第12根脊椎处 就已经进入到了它的脖子 其他鸟类是在第14根脊椎处进入的 这些都是为了给供血的动脉 提供更加广阔而又松弛的空间 这样它们在大幅度旋转脖子的情况下 也能给眼睛和大脑正常的供血 当猫头鹰在旋转自己的大脑袋时 它们头部和骨底部的血管会变得越来越粗 以此来储存提供给大脑和眼睛所需的血液 免得到时候出现供血中断的情况 但是咱们人类和猫头鹰正好相反 咱们的血管只会越来越细 在供血方面猫头鹰在进化的时候 可谓是煞费苦心 在它的颈动脉和脊动脉之间 还有微血管存在 在血管之间还能直接进行血液交换 这样一来 就算它在转头的时候 有一根血管堵塞了 还能有血管为它提供血液 那么猫头鹰为什么会在转脑袋上 花这么多心思呢 这就要说到它的眼睛和耳朵了 猫头鹰有着一双卡兹兰大眼睛 这双眼睛比它的脑子还大 眼睛甚至还长到了耳朵里面 因此只要一翻开它的耳朵 你就能看到它的眼球 它的眼睛占据了整个头骨的三分之二 重量大约是身体的5%左右 如果我们人类的眼睛是我们身体重量的5% 你想想这该有多重 你可以用自己的体重计算一下 猫头鹰是个色盲 它的眼球是管状的 虽然它脖子很会转 但是它的眼球是不能在自己的眼眶里随意转动的 眼球不能转 只能依靠脖子 让脖子代替眼球旋转 来看清猎物和天敌的位置了 而且它只有视干细胞 没有视锥细胞 因此只能知道明暗变化 不能看清颜色是什么样的 猫头鹰还拥有三个眼睫 每个眼睫都有不同的分工 上眼睫是用来眨眼的 下眼睫负责睡觉 中眼睫的作用就跟雨刮器一样 来清洁眼睛上附着的灰尘异物等 曾经科学家们有一个疑惑 既然猫头鹰只能感受到明暗变化 那么在黑暗的环境中 它又是怎么准确无误地捕捉到猎物的呢 1958年 有科学家终于发现 猫头鹰既有双眼视觉 还有双耳听觉 什么是双眼视觉呢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的大脑能根据眼睛传来的信息 综合分析出一个完整的 有三维空间的单一物体的影像 而且这个影像是有宽度 高度 深度的 计算出它和我们的距离 但是我们的耳朵就不能根据听到的东西 判断出物体的距离 只能大概听到这个物体 是在我们的左边还是右边 当然 有些听力天赋异禀的人 或者是通过训练听力强悍的人 可能拥有听声变味的能力 但是这些人在猫头鹰面前 也只能甘拜下风 猫头鹰的左右耳洞是不对称的 它的耳朵可以根据物体发出的声音 计算出物体的坐标 再加上它的耳朵周围有很多绒毛 能让它听到-20.3分贝的声音 我们人类最低只能听清-8分贝的声音 猫头鹰还有一个神奇的本领 那就是它的静音飞行 这个当然也是有人做实验得到的结论 科学家们找来鸽子 老鹰和猫头鹰来进行实验 让它们分别从一排排话筒上面飞过 结果发现 猫头鹰竟然一点声音都没发出来 而老鹰和鸽子飞过时造成的噪音 和猫头鹰比起来简直没法比 科学家们接着把话筒撤了 在地上铺上了一层羽绒 看老鹰鸽子飞过时 这自由飞散的羽毛 再看看猫头鹰飞过时 这安静的几乎没啥动静的羽毛 就能清楚地看到猫头鹰与其他鸟类的差别了 同为鸟类 这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鸟儿飞行时产生的噪音 是因为翅膀后面会产生不规则的气流 猫头鹰的羽毛是毛绒绒的 其他鸟类的羽毛帮硬 将它的羽毛放大 你能发现 上面有很多像是天鹅绒一般的绒毛 这些绒毛整齐地排列着 它这种特殊的羽毛结构被称为梳子 因为它就像是一把梳子一样 从翅膀前缘向前伸展开来 在它的翅膀后缘上的羽毛 形成了参差不齐的流苏 正是在绒毛梳子流苏的结合下 才造就了猫头鹰的静鹰飞行 曾经日本做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实验 饲养员先是找了一种叫做白脸狡囂的猫头鹰 这只猫头鹰的身高是20厘米 接下来饲养员带过来一只 大约35厘米高 只比白脸狡囂大一点的仓小 我们视频开头说的那几只很像外星人的生物 就是仓小的幼崽 白脸狡囂一看有鸟闯进了自己的地盘 立马把自己身上的羽毛竖了起来 睁大眼睛看着对方 企图让对面的傻大哥知道 在这里谁是老大 过了一会儿 饲养员又去换了一只更大号的 75厘米高的雕小 白脸狡囂一看对方个头这么大 惹不起惹不起 刚才面对仓小还盛起凌人 犹如开瓶孔雀的他 这次立马缩起了身上的羽毛 等饲养员拿起雕小 在他身边转悠的时候 他的眼睛微眯 视线紧紧地盯着那只雕小 这前后的对比 你都看不出这是同一只鸟 专家们说 其实这是猫头鹰的一种应激反应 它后来之所以变得那么瘦 其实是在进行伪装 企图缩小存在感 让比自己厉害的生物察觉不到它 如果我们懂得鸟语 想必它嘴里会一直念叨着 你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不过能一秒瘦身 从这么毛茸茸的形态变得这么瘦 可见猫头鹰到底有多虚胖了 也不知道该说它这是欺软怕硬 还是会审时夺势情商高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本期视频 不妨点赞关注评论支持一下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